找花跟小美 每年春天 在这家叫做幸运草的和服店 都会举办和服的展览会 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和服 同时展出 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哦 某天 台湾一位家里开小吃店的女孩 名叫小美 正看着日本的电视节目 然后呢 这位很可爱的女孩 就是这家和服店的活招牌 她叫做小花 欢迎大家来玩哦 穿着漂亮和服的女孩 向镜头挥了挥手 哇 好美哦 小美被和服吸引住目光 节目结束后 小美走出外面 好羡慕小花哦 我也想装看看那么漂亮的衣服 小美想着想着 突然发现附近的草丛里 有个东西亮了一下 是什么啊 小美向她靠近 原来是幸运草 哇 幸运草 嗯 因为我想装和服 所以我希望变成小花 小美向幸运草许下愿望 箭导演 一个女孩大声的说 我再也不要装和服了 小花 等一下 小花把和服扔掉 跑到外面去了 天天都要装和服 我已经收够了 哎 我希望成为某个遥远地方的小孩 而且可以不用装和服 就在小花发牢骚时 附近的草丛里 忽然有一个东西亮了一下 什么东西啊 小花向她靠近 看了看 发现是幸运草 是幸运草 拜托实现我的愿望 小花向幸运草许下愿望 隔天早上 快起来 小美听见呼喊声 醒了过来 今天是和服展览会的日子哦 小美虽然听到了 可是不懂 那个人讲的展览会是什么 和服的展览会 赶快起来 去洗脸吧 小美走到洗脸台 看见镜子里的脸 吓了一大跳 没想到自己 竟然变成小花了 诶 怎么会这样 小美想起来昨天的事情 是因为我向幸运草许愿了吗 所以 我今天能装和服 带好了 好开心 变成小花的小美 急忙的跑去阿嬷那边 小美到了阿嬷那里 看到了阿嬷拿着红色的和服 在等她 哇 哇 好漂亮哦 对吧 来 穿上吧 那首先把领子的正中间提起来 好 左右手各自拉起前面的衣巾 右手衣巾在下 左手衣巾在上 把身体包起来 小美看着和服说 诶 穿这个一定要拉紧的 不然等一下会松掉 忍耐一下 小美心想 没想到穿和服会这么辛苦 最后要绑上欧比 小花 双脚用力站稳 阿嬷这样收了之后 就把白色的腰带 紧紧的缠在小美的腰部 好冻哦 忍耐忍耐 啊 啊 小美非常非常的累了 好了 完成咯 小美看了镜子 镜子里出现 跟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 穿漂亮和服的女孩 哇 好美哦 小美好高兴 梦想终于成真了 展览会等一下就开始 小花 你准备好了吗 展览会的时候 我该做什么呢 在店外宣传 跟客人聊一聊就可以了 跟我一起去会场吧 阿嬷牵着小美的手 一起走去会场 咦 小花 穿着和服走路时 脚步要小小的哦 脚步小小的 对 然后注意不要发出很大的声音哦 好的 到会场了 来 我教你怎么站好 跟饼掌一样站着不行吗 不行 首先脚要并拢 手要叠起来 左手摆在右手上面 放在稍微低于腰带的位置 嗯 这样吗 没错 没错 很漂亮哦 小美受到阿嬷的称赞 开心的笑了 阿嬷继续教小美 就在同时 展览会也开始了 小花 拜托你咯 我们一起加油吧 好的 小美一整天 在店门口大声打招呼 跟一位接着一位来到展览会的客人 说话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展览会结束的时间 阿嬷摸摸小美的头 温柔的说 小花 今天很累了吧 活动结束了 我们回家休息吧 好 谢谢阿嬷 小美一回到家 马上脱下和服 泪倒在地板上 哇 好累哦 小花 谢谢你一整天的帮忙 不客气 我总算放心了 因为你昨天说不想穿和服 我一直担心 你是不是讨厌和服了 小花居然说不想穿这么漂亮的和服 真是太糟大了 阿嬷的脸上浮现了疑惑的表情 小美发现自己不小心说溜了嘴 但为时已晚 于是她决定跟阿嬷说实话 阿嬷 其实 我不是小花 我是台湾人 小美 小美 对 昨天 在电视的节目上 看到这家和服店 我觉得很漂亮 所以向幸运找学校愿望了 就是我想要变成小花 小美提心吊胆的看了阿嬷的脸 哈哈 原来是这样 难怪今天你看起来像是第一次穿和服 我就一直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阿嬷温柔的笑着说 对不起我没说实话 不用道歉啦 小美 你今天玩得很开心吗 非常非常开心 太好了 知道和服优点的人变多 我就开心了 我回到台湾后 会跟爸爸妈妈 还有所有的朋友旋转日本的和服 然后有一天 我一定会再回来这里找您 哇 好期待哦 我会等你 我们打勾勾 嗯 打勾勾 阿嬷和小美打勾勾 约定下次再见 今天很累了吧 早点去睡觉吧 好 阿嬷 我觉得小花大一定很喜欢和服 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美丽 嗯 我也相信她喜欢和服 谢谢小美 晚安 晚安 小美很快的进入梦乡 她的脸庞看起来非常幸福 好好吃哦 当小美变身为小花 在忙着展览会的同时 变成小美的日本女孩小花 正在小美家开的小吃店 大快朵頤的享受着卤肉饭 小笼包 珍珠奶茶跟豆花等等 好多好多的台湾美食 今天是展览会的日子 不知道阿嬷够得怎么样呢 小花吃了很多美食 吃饱了后 突然想阿嬷了 想回家 隔天 小美跟小花的身体互换回来了 台湾的小美 向家人朋友们介绍和服的穿法 日本的小花则是和阿嬷说好 有些日子可以不用穿和服 又开始帮忙店里的生意 过了一年后 小美带着很多台湾的名产 去日本见阿嬷跟小花 故事结束